往上 比较粗 後 往下 哎呀撇 華麗的撇 哎呀撇 停住 撈 哨呀 還有扭動 扭動過來挑過來以後這個 你挑回去 這感覺就不要力 這個點 再挑起來 挑起來再送這個 甩出去 上 他頭寫的有點大 哎呀那我沒跟他寫的一樣大 心理頭太大會有頭重腳輕的問題 不過在這個字倒還好 因為他的 後來的文化寫的非常的開 非常開就站得非常的穩 就這一個文化 他覺得非常的開 吸收的時候也非常的開 所以就覺得很穩 然後再從這邊下來 撇也要張得開 才站得穩 點也要 夠分量 否則站不住 一 兩 牛 牛轉過去撇過來 挑過去 哇這寫的比較粗 然後這寫的很高吸收 歪過來的弧度 然後這伸過去趕快彈回來 再點這個點 啊寫的有點短 偷補一下 好這個量 喔 這個 其實他還真的是 差距還蠻大的 雖然 有時候想想是不是公式化的點 但是有差距中並 沒差距好吧 一兩的兩 一兩的兩 切 點 哇這短處而飽滿 翹起來 哎呀切 比較長滑動 女生這個女 最難寫 這個要夠長 不長就站不住 這可以短 這一定要長才壓得下來 然後他這個稀稀收收拉得非常的漂亮 切 切 玉 玉的 寫的時候這邊要寫得高一點 高一點的原因是因為待會 最後有個地方要拉長 所以寫之下真的要想 粗的 然後折過來 彈回去 再翹起來點這個點 這個點 不夠飽滿 然後重點就是這個勒 降低一點 因為這個份量不是很夠 所以他必須降低 看起來有點份量 然後到最後這 這個 拉長 雞 來一點滑動 其他的密字旁還真的寫得有點密 中間這個縫好少 這個點通常都比較輕跳拉開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長好長 翹翹 往下 事實上是有點變化的 然後這邊 細了一點 一 短 短 然後這裡是挑起來 跟平時不太一樣 挑起來跟點 挑跟點 這個是點挑 挑點 來 滑 滑 滑 走過來 滑動 走過來 跳 丟丟丟丟 彈得還蠻高興的 點 哇 這個好大 這個黏住了 黏住但是拉得很開 然後這個注意他的 彈起來的高度 彈起來目的是為了 表現這個張力 是 逆而短促 短促而肥朵 這邊很小 然後 這邊就寫得很大 因為他的筆畫多 所以那邊 那邊緊湊 這邊把字式 張開 這樣字的調性就出來了 他這個點 哇好大 弱雞弱里 金 方 切 哎呀有彈性 早就準備好 然後他這個 提筆 提早落下 送出去